原标题,外媒盘点多国领导人新年感言,普京探媒帮手安倍不提修宪参考消息往1月2日报道,2019年新年一时,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借机发表新年感言, 期望2019,普京提升所有俄国人福祉,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1月1日报道,尽管人在马格尼托格尔茨克事故现场,但普京没有改变新年之客词的传统,他说,大家都希望亲人健康,家庭和睦,子女快乐,心想事成。 但我们清楚,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,才能为个人,家庭和国家,争取到最好的东西。 普京提醒,未来还有许多迫切任务极大完成,必须提升所有俄罗斯人的福祉。 他说,必须让我们每个人在新的一年里,感到越来越好,我们只有团结才能做到。 我们从来没有帮手,未来也不会有。 所以,我们必须形成一个团结,统一,强大的队伍。 愿有意和期待伴随我们。 总统的祝福一如以往,让我们祝愿亲爱的人幸福,我诚实地祝大家平安快乐,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。 祝大家2019新年快乐。 值得一提的是,总统贺词是提前录好的。 12月31日,普京亲自抵达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居民老坛他事件的事故现场,并在现场附近临时待起的帐篷里召开了会议。 安倍推进战后外交总决算,据共同社1月1日报道,日本首相安倍近31日发表了新年感言。 考虑到天皇化代,他表示面向,平成之后的时代,把今年作为开拓日本明天的一年,我将站在最前列,强调决心实现,以计划施着实行的幼儿教育,及保育年飞化为首的,全年云层形社会保障,以及充满未来可能性的地方创生。 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上台以来6年的经济政策,安倍指出,年轻人就业率是最高水平,外国游客超过了3000万人。 他还称地方税收创新高。 据分析,这是考虑到今年夏季的参院选举。 外交方面,安倍列举与俄罗斯的和平条约递节谈判,美朝首脑会谈,日中心时代的到来,宣称在迎来巨大转机的情况下,将过断推进战后,日本外交的总决算。 他谈及六月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,预测称,将迎来世界的最高领导人,会成为日本在全球中心闪耀的一年。 考虑到2021年9月,子民党总裁任期进外一事。 安倍表示,在剩下的任期内,我决心全身心继续挑战,将留给子孙后代一个充满希望,值得自豪的日本。 他没有谈及修改宪法。没有,脱欧协议让印度南关路透社伦多尔12月31日报道说,英国首相特雷沙梅31日当天敦促议员支持他的脱欧协议,承诺这将让英国渡过南关,让政府集中精力,解决住房和机能短缺的国内问题。 梅是在新年讲话中发出这一呼吁的,约两周以后,议会将就他的英国脱欧计划进行成败投票。 脱欧成续定于3月29日启动,梅首相在其办公室公布的一段视频中说,新年是展望未来的时候,英国将在2019年开启新的篇章。 我通过谈判达成的脱欧协议,是在英国人民的投票基础上达成的,未来几周,英国议员将做出重大决定。 如果议会支持这项协议,英国可以渡过南瓜,为了吸引那些批评他领导能力的防守党人士,并回应反对者关于英国脱欧一事,阻碍了他国内议程的批评。 梅强调,他希望跳出有关脱欧的辩论,腾出时间来做更多事情。 他说,尽管英国脱欧一事很重要,但这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。 他强调了解决住房短缺,技能短缺和加强经济的政策。 我相信,统筹解决所有这些问题,我们才能够带着乐观和希望翻开新的篇章。 马克龙,将提议欧洲复兴计划,据法新社巴黎一月一日报道,经过数周夹杂志暴力,且让当局担心失控的狂备性抗议活动之后,法国一日迎来了新的一年,没有发生冲突。 马克龙总统当天晚在电视上发表的新年贺词中,呼吁法国人不要为人瞧不起或让。 人以为法国是一个不存在团结互助,总是需要花费更多的国家。 马克龙在表达自己2019年有关欧洲的心愿时宣布,将在今后几周内向法国人提议一向欧洲复兴计划。 这位国家元首信誓旦旦旦的说,我深深的相信这个欧洲,它能够更好地保护人民,并重新给我们吸。 哇,他表示,我们非常想要的,就是重新掌控我们的日常和命运,不再忍受。 他声称,正是这个应该指导我们为国家的选择,也正是这个应该指导我将向你们提议的欧洲复兴计划。 他列举说,恢复对我们生活的掌控,就是选择我们的食品供应,确保税收公正,就是保护我们抵御敌人,就是为创新而投资,就是向移民提供共同的答案。 马克龙强调指出,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,但却是我们力所能及的,在这项法国和欧洲计划中,我相信我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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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费 said 转发 打费就是自家义费的自由集团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